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看到我們這個畫面你就知道 我們要來做這個開箱 非常的難得 因為寶可夢不常買這個新手機啦 但是呢 這一次真的是 想說我的手機已經兩年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來換一下好了 所以在Apple它在11月 好像上個禮拜吧 是不是11月幾號 今天是14嘛 11月6號 在那個官網已經可以下單的時候 我就第一時間為自己下了一職 然後那時候也做了一個 所謂的預測活動 就是讓大家來猜猜看我會刷哪一張卡 結果幾乎大部分的人通通都是 預測寶可夢可能會刷 分期有回饋的卡片啊 然後就是拿現金回饋再加上這個 然後多少加多少 但結果最後沒有想到的是 我就是用華航卡來刷 就最簡單的一張 那好像也沒幾個人答對啦 好像有少數只有 有些有擦邊球 就是說用兩三張卡片分刷就其中一張 或者有的人講說 你用的是ANA之類的 或者是這張卡片 那都沒有講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後來好像有一個小財神說對了 那他好像還沒有來跟我領獎 如果你有看到你也可以來跟我領獎 就是對我來講 你繳了錢用年費 花了兩萬塊年費 然後就是審辦一張卡片 你不刷他現在很可惜 畢竟年底之前要刷滿48萬嘛 如果還沒刷到48萬 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把它刷好刷滿呢 那事實上我有買了兩支 其中另外一支是給我們幼幼班 這個第三季加入的成員 因為他抖內了6萬塊錢 所以說我讓他可以做選擇 比如說他選擇了Apple Watch 34500 然後再加上補了一點叉耳之後 我幫他下載 下了一支這個 iPhone 12 Pro Max 然後他的價格是41400 然後他那個尾款 16000就會回歸給我 所以說他等於是加入幼幼班 他的成本是0元 因為剩下的東西 其實他付出去的錢 全部都是拿成這個Apple的商品 帶回去了 好 那我們第四季一樣也有機會 邀請一位 這個幸運友人加入我們幼幼班 好 那 這玩法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抖內4萬塊以上 然後全場抖內最高的人 你就可以加入了 那你加入的話一樣規則 比較第三季 就是說 你的金額可以全額拿回去 那你可以兌換Apple裡面的所有商品 就是用這種所謂的 等價交換方式 所以讓你加入幼幼是0元 那明年開始 我們幼幼班的加入規則其實又會改變了 所以 請大家也來密切注意 就是12月25號我就會公布明年度的活動了 那12月24號是本年度 2020年第四季的唯一一個加入的這個名額 也歡迎你有興趣真的要來加入 因為 你加入之後你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康 那這些好康當然都是你參加活動 你可以拿到一些額外的特權 或者是別人拿35塊你就加碼變50塊 你只要多多參加活動 其實有這個身份資格對你來說都是一個加分的狀態 那你如果取得入場券 其實你可以拿到的 應該是比別人還要多的 這真的是話都不用講你就知道了 就是你抖進來的錢 其實最後你通通都拿回去了 對你來說你只是 把它換了另外一個形式錢又回到你身邊 那麼你要拿Apple的商品去賣掉 還是自用 其實西聽尊變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關我的事 但是呢 2020年的玩法是這個樣子 2020年起 我們的玩法又完全不一樣囉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來進行開箱好不好 如果你是在Apple官網訂的話呢 其實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收到了 所以我真的是禮拜五晚上訂 然後再隔一週的禮拜五 我就拿到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長銜的話 你其實可以就是 真的在官網裡面預訂 你就可以拿到這樣子 那它這次的包裝 我這次下單的是 這個藍色的部分 所以它的盒子會比以前都還要再小 你看這個厚度你就知道了 對 那它們的包裝也都是一樣 就是直接都用一體式的 然後你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拿到 你的 這個 最新的iPhone 那最新的iPhone 其實它可以就是 如果你開始使用的話 你的舊的iPhone 其實就是兩個只要靠近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進行 就是Transfer資訊 其實也不錯 那今天最主要要跟大家開箱的就是這一支 有沒有 這也是最新的 那其實網路上已經有很多的一些網紅部落客 或者是3C達人 他們都有做過開箱了 所以 我們的開箱的方法其實也不是那麼的 怎麼講 沒有他們專業 但是呢 我會用我的方式跟風格來跟你分析 這個產品為什麼我要買 那它適合你嗎 如果 你要買的話 你又可以使用什麼卡片 或者說還有什麼優惠可以參考 這部分是我們今天都會跟大家聊到的 好 好 那我們就先開了 開了之後 等一下我會再用那個 一些簡報的方式來跟大家聊一聊 好 你這樣子把它撕開 OK 好了 它的盒子其實也是很簡單 欸我給大家看一下以前的盒子 因為我之前買的那一支 iPhone X X Max 它是這樣子 所以它你可以從這裡就可以比較出來 好 它的差異跟厚度有沒有 它中間其實就是少了一些 這個 所謂的配件的部分 好 這個是 沒話講 然後打開給大家看 噔噔 有沒有 在這裡 欸其實 欸真的很漂亮耶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有沒有 好 它 它真的就是一個 這叫海軍藍嘛 好 這個藍色是我覺得 今年度最夯的顏色 那 因為它那個鏡頭真的還蠻突出的 所以我覺得 你 我不敢用 我不敢用的原因是因為我可能真的要去買一個保護殼 把它裝進來之後我才我才敢用 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Apple Care 就是如果你有買Apple商品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去加一個 保護 保護殼 保護 應該說保護的方案 那當你的手機或者是你的Mac 壞掉了 其實你就可以 就是 呃不用 就算是一個保險 所以你就不用再外外花錢 它就可以換一個整新的給你 或者是換一個新的給你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也是一樣 好 它這邊有一張紙 它是把它黏住的 對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撕開 才可以 那撕開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其他的好了 好 那它這次很薄的原因是 它只有附了一個小小的 充電線 那那個MagSafe的 那個 所謂的充電的板子 其實你要自己去買 那個是變成他們的 副廠的 應該是說他們的副產品 它就沒有 減負在裡面了 那以後的話都是減配 就是說它也不會再給你一個 那個 這個所謂的充電頭之類的 就沒了 打不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其實應該也是這個 哦 你出國的時候一定會用到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退卡針 把你的那個SIM卡給退出來 那剩下來應該是 它會給你一個貼紙 每次都有貼紙 那每次我都不會用 好 然後這邊還有它的那個 簡易的說明手冊 還有注意事項 其實最主要的東西 你都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而且你 登入這個你自己的Apple ID之後呢 其實它都會有教學啦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已經是 就是環保嘛 都紙本化 都是數位化 所以不會有紙本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 簡單的 配件 那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你都要留好 因為 這個如果你要把它當成二手的商品 最後販售出去的話 這些東西你都要保 保保保存好 那將來才好賣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 來做開機囉 它是三個眼睛的 那我這次買的這個版本是 512G 所以也是那個目前 應該算是 機種最昂貴的 就是48,400 就加進5萬塊 哇 是我兩個月的薪水呢 那到底一般人 應不應該買這支手機 我們最後會來跟大家簡單做個分析 那我現在把它打開 有沒有 好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 我看一下 應該按一下 它就會開始 沒有 你要按那個 開機鍵 它開機鍵在旁邊這裡 對 你把它按下去 它應該就會開機了吧 還是要怎麼開 有了 你看 它已經打開了 那打開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 進行這個所謂基本的資料設定啊 或者是登入Apple ID之類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 你們一般應該都知道的 就是買了新手機之後 就是照這個程序登進去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簡單的介紹一下 就是 嗯 這個 好 我先把它收起來 基本上 它的 東西就沒有非常的複雜 它的包裝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要來簡單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一支新手機 我為什麼要去 呃 更換 的原因 其實 我也可以很明確的跟大家講 其實我的iPhone對我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 這叫做 生財工具 一般來說可能會把 iPhone把它當作是一個 呃 比如說 平常玩手機 或者是 上下班通勤的時候 沒事看看小說 或者是 呃 電玩嘛 或者是看 Netflix之類的 那對我來講的話 其實這支手機 會為我賺來非常非常多的錢 哦 那包括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呃 我在直播的時候 也都是會 用這個來看大家的即時留言啊 那平常我自己接合作案的時候 我也都是用這支手機來做拍攝 包括是請別人用手機拍我 或者是我自己來拍攝信用卡的部分 所以 這一支對我來講 它不是只是一個玩樂的手機 它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工具用的手機 好 那工具用的手機其實 你用越久 它的整個剩餘價值被你發揮的 更玩笑 那對你來講 其實 這是賺錢的工具 那 那 我 如果是賺錢工具 我是願意用投資的角度去 花這個錢 但如果你自己本身只是為了玩樂 那麼這支手機 我覺得對你來說就會有點昂貴 你就必須要去思考一下說 你要買到Pro嗎 或者是iPhone 12 或者是iPhone 12 mini 就可以了 好 那 那這支手機有沒有什麼樣子的特色呢 它說第一個是 A14的仿生晶片 然後仿生晶片裡面它有講到說 其實裡面用的是5奈米的 這個所謂的機體電路 那你也知道 其實基本上全台灣 應該說全世界有在 有辦法做出5奈米的製程的 我想大概也就是只有這間公司而已吧 就是台積電 好 那 這個前一陣子我有分享 就是跟台積電有關的一些 購買股票的一些操作 然後還有就是我自己本身 也有買這本書 然後來閱讀 也有寫心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有興趣也可以去我的部落格看一下 好 就是我到底是怎麼看待台積電的 好 那為什麼現在是持續的買進 甚至你買0050 它裡面也有40%以上的成分股 都是在台積電上面 好 甚至之前介紹過的0052 這個富邦科技的這支ETF 它裡面也有7成以上的比例 都是這個台積電 所以我們叫它叫小台積 好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其實擁有非常強大的 這個所謂的 製程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吃到很棒的訂單 然後包括就是我們現在用最新的手機裡面 其實也都是 就是有這樣子的技術服務在裡面 好 那就是它的競爭力 還不錯 那 這支手機剛剛打開來看 你有發現嗎 它其實就是 這個邊框很窄 然後它又回到之前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賈博斯時代的這個所謂的 方方正正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邊框 那以前呢 我現在買的這支 iPhone X S Max 它其實就是一個圓的邊框 那圓聯門框已經走了三四年了吧 現在又再回去了 所以所謂的Fashion跟潮流 其實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會一直變來變去 說不定 你現在拿那個iPhone 4S在身邊在走 其實如果那個那個那個上下黑邊沒有被看 上下的白邊沒有被看到的話 人家還以為你是拿去最新的手機也不一定 畢竟因為它現在回到了以前的那個潮流 那你看背面就知道 因為背面是有三個 這個所謂很大的很大的那個很 人家都覺得很醜的那個所謂的鏡頭嗎 但是事實上現在好像大家都習慣 甚至其他的這個廠商也都是在競相學習 那大小的部分的話我覺得 我看一下 這兩支手機其實都還蠻大的 有差耶 它比我的手機其實還要再大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你看這樣子比起來的話 真的是這個 現在最新的這支手機 因為這支最新的這支手機還沒有將上邊框 它就已經跟我已經有裝上外框的這支手機差不多大小了 所以說我再裝上去的話應該是 就是比我原本還要大喔 所以這個 它這個大小真的是有差6.7吋嘛 以前那個11 11跟那個XX Max其實是差不多一樣大小的 但是呢 其實就是 手機越做越大 好 往下看 那再來的話 玻璃版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工藝 技術的一直不斷的在更新 所以這部分就是看你自己 是喜歡這種 玻璃工藝的 還是說是喜歡在上一代的 醫療級的 不鏽鋼板 對這我也不曉得 那我們通常沒事不會把這個東西丟到水裡面去啦 除非你是意外落水 所以這個就算是有IP68 我覺得可能對我們來說都還是無感的情形 這東西這樣並排真的好漂亮 四款外觀精緻藥目 使用AR 好那之前我其實在這個很多的直播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文章裡面有跟大家講過 AR的技術是一個未來的潮流 包括兩年前這個Bankin它推出來的時候 它也有在它的APP裡面加上一些AR的外聯功能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用你的手機掃這個APP 掃你的這個信用卡 然後你就可以在你的APP裡面去看到一些 相對應跟環境場景做互動的一些小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其實現在你也可以在我們的這裡看到 比如說使用AR看iPhone 12 Pro Max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它的畫面就會跳出來說 你可以在一個現在的環境裡面 比如說像我現在的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它就會幫我生成一個 我看一下喔 使用iPad開始移動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對 有嗎 喔有它跑在 我看一下有沒有 使用iPad開始移動 繼續移動 那它應該會在我的畫面中間去產生一個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了 現在的畫面中間呢 其實就已經有一支這個我們的iPhone了 那你甚至還可以就是 靠近它 遠離它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它這個所謂的AR技術的展現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做另外一個選擇叫做物件 你如果點下去的話 你會發現 你其實就可以用你的iPad來這邊看說 這個到底它的這個真實的手機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跟我現在手上拿的這支是一樣的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你自己在這個Apple公網你可以玩一下 AR來看每個角度 再來就是5G 5G的部分 我覺得台灣目前 除非那個整個5G都已經建置起來了 不然對我們來講 我們還是會用4G的這個網速嘛 所以這東西可能對我們來講 是還沒有辦法直接去體驗到的 那再來 它已經有講到晶片的部分 它說5奈米的晶片就剛跟大家講的 台積電的製程 那目前還是沒有其他的科技公司可以超越 所以 這是我們台灣 這個真的是護國神山 而且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 那它如果能夠一直接到 就是蘋果這個大客戶的訂單的話 其實 它的經緣是源源不絕的 那大家也可以考慮就是 與其成為消費者 那你不如成為他的投資者 那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可以從他的身上去賺取更多的金錢呢 讓你的本金資金不斷的成長跟放大 就是靠這個 所以你也可以經由這一次Apple的新產品 然後來了解一下說 它的供應商其實就是台積嘛 那台積電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就可以考慮多放一點 那這樣對你來說 是不是就是一個正確的抉擇 我覺得這你還是要自己去思考啦 那當然我講的東西不見得是正確的 所以你要投資之前 你還是自己想清楚確定合理 而且也能夠經過自己信心的考驗 那你才上車 這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絕對沒有要你就是一定要買這樣子 那AR的技術它在這裡有講到說 它可能以後會更進階 可以做到那個比如說 你打開手機 然後它就可以幫你偵測你這個整個房間的環境之類的 那當然這是有可能 但是我個人覺得 就目前為止它都還是在一個很初階的階段 這個擴增實境有去過有去 但是它已經很厲害的應用在這個所謂的現實生活中了嗎 我就覺得還好 所以這部分我就覺得可以跳過去 那再來比較重要的重點其實就是 這支新手機的相機拍攝功能 相機拍攝功能跟攝影功能 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就是靠這賺錢嘛 包括我拍的那些很漂亮的信用卡照片 那你有興趣你其實也可以來到我的 我的Instagram上面去看喔 其實我Instagram上面其實就會有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在哪 再來一次 這是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現在好像有點難跳過去 那用這個看一下 嗯 瀏覽器 比如說點這個 然後我在下面打Instagram 好喔 欸它現在沒有登入嗎 等一下喔 那如果直接去看我的帳戶可以嗎 欸這個是我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其實 包括我拍的這個照片其實也是 都是使用這個我們的 欸它不給看喔 可惡 好 沒關係你看這邊你就知道 就是其實我這種特別近攝影棚拍攝的照片 其實都是使用這個iphone拍的 我沒有用其他的東西 就是單純的都使用這個iphone就可以拍出 你看像這樣有謹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把它當作是一個工具來使用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喔 它是可以為你就是 賺取金錢的 我是真的這麼認為 好來再來 往下 看一下喔 相機碗很大 OK 它說更大的iphone徹底發揮專業相機的功能 有感光元件甚至什麼夜拍啊 可以讓你拍的更漂亮啊什麼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需要自己去試試看 那也許 真的 怎麼講 我自己使用iphone這麼多年的心得 我覺得它的確是在拍照上面是還蠻不錯 而且是越做越好啦 因為幾乎每兩年我就會換一代 所以說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它的技術上的越近 然後包括就是在晚上拍照的時候當然是越來越好 甚至早期的時候 你用那個所謂的face ID 你在晚上都沒有辦法就是順利的解鎖 你可能都要把燈打開 但是到後來這幾代其實我發現 你就是真的是這樣子靠近 然後眼就是臉一看 它就真的解鎖了 所以它真的是越做越好 那包括就是照片的細節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這邊的這個所謂的人像模式是還蠻值得關注的 因為我很多都是使用人像模式來拍出前景聲的效果 所以這部分你在攝影棚裡面只要做出這個遠中近的物件的安排之後 你用手機其實就可以拍出這所謂的前景聲 其實都會蠻漂亮的 那這部分如果你自己有興趣 你買了手機之後你也可以自己去玩 就是放幾個不同的 就是有點像攝影的技巧 遠中近 然後你如果拍近的 那它可能就是後面就可以糊掉這樣子 那你可以事後再回去這個照片的部分去把它做這個修正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肉檔的資訊 所以它可以做這個所謂的 數學上的演算法的運算 可以把後面打糊 那至少還算是一個流暢Smooth的部分 那它還是沒有辦法跟真正專業的單眼相機比 其實單眼相機真正的專業單眼相機其實也都是四五萬起跳了 好像跟一隻新手機差不多啦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自己去衡量 對我來講就是只要有一隻手機我可以玩樂 我可以做訊息上的溝通 然後我也可以拿來就是做生產力工具 對我來說其實就很棒 那它這邊HDR3 你們要知道就是 HDR的這種拍攝模式它其實會讓你自己的 應該是說通常如果你要拍比較特別的模式 其實它有時候都會出現兩張 一張是普通模式一個是HDR 那HDR可能就會比較亮一點 那這部分你就可以再拿到 Photoshop裡面去做編修或者是做混合之類的 那其實是讓你多了一個選擇 甚至你也可以就是用Photoshop的方式 開啟它的肉檔的模式 那肉檔的模式在去修照片 其實你的照片你可以調的Range會更寬廣 這部分當然就是說你自己有去研究這個 所謂的照片編修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那只是一般的消費者不太會需要知道這個資訊 只是因為我也是學這方面相關的 所以我覺得它所提供的這個檔案格式 也是讓我很易於去做編輯的 好就不會像以前一樣很複雜很麻煩這樣子 然後這個照片拍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希望我將來有機會也可以分享這樣的照片給你們看 然後12 Pro Max拍攝 2.5倍的光學聚焦 就是說你在很遠的地方就這麼硬 它也不會就是糊糊的 那這個當然是有待於以後真的拍攝來實際看看效果怎麼樣 那再來的話 它這邊有做這個不同的相機的比較 那你會知道其實只要是Pro等級以上的它的相機都不會太差了 這是廣角的部分 望遠的部分 差只差在說12 Pro跟12 Pro Max 只在於它的焦距的部分跟光圈是否有差在哪 那超廣角的部分 你看這數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是一個真正的Pro級的玩家 你買12 Pro其實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到Pro Max 這個Apple Pro RAW創意最大 它是所有標準的RAW檔資訊 這RAW檔資訊就是你把它丟進去ForeShop 不是專業的修圖軟體時 它可以儲存最大量的資訊 然後你可以做最大程度的發揮去做修正 這個是很不錯 尤其他這邊講到的白平衡 在邊修上面會有許多優勢 那再來WOW 這個很漂亮 OK 支援杜比影像的相機 這個8位元月升到10位元 然後這個杜比世界的格式進行拍攝 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發現其實現在有很多的 這所謂的在美國他們的好萊塢的電影產業 很多都是你要求演員 就是不能進棚嘛 就在家裡面拍一拍 好自己弄個綠幕之類的 然後他可能就可以進去後台裡面去把它 就是合成起來 比如說像那些脫口秀實境秀主持人 就在家裡面自己拍 然後再把這些footage丟出去 給那些後製人員 那後製人員在家裡面做合成 所以其實我們整個影視產業 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 其實已經有慢慢的做一些轉變了 好 那這也是為了因應就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的工作模式不斷的改變之後 其實你用一支很強大的手機 你也可以是一個個人的工作室 所以這個如果你是有這樣子需求的人 那其實你有一支這樣子手機 我個人不會覺得是浪費錢 反而是有可能為你做生財的 對 那再來 低光源 我覺得iPhone以前最大的弱勢 就是你在晚上拍的時候 它都很暗很難看 基本上都很爛 但是現在也許越來越好了 那當然隨著時代的眼鏡 他們這個特效應該是說 相機製作的技巧 技術 這個手機 越來越好 那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有好處 就是我們在晚上拍攝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說 哎呀怎麼拍起來那麼難看之類的 超Retainer HDR 滿滿像素浩瀚無變 這個1200尼特 然後各200萬比1 對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兩百萬比一 好 那 MagSafe配件 這個MagSafe配件 我個人覺得就是 呃 這是一個要來撈錢的東西啊 我覺得加上這個圖真的是還蠻醜 所以這個透明的框 這個透明的這個所謂的殼 我一定不會買這個 因為我覺得加上那個真的很難看 那它還有這個 這叫什麼 它還有出了一個類似像 呃這個叫什麼東西 卡套 保護殼跟卡套可以完美的結合 那這個卡套的部分呢 它就是可以放一張卡片 然後比如說又有卡 你可以直接說拿起來感應 然後就進出 你還不能夠就是直接用手機殼這樣感應 因為它那個套子有點厚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很適合 我就簡直 但我自己的做法是 比如說 呃給大家看一下 但每個人的審美觀跟覺得 歐不歐可以的做法都不一樣 那我基本上就是用一個殼嘛 那我有一個這個我在長榮航空上面買的一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手機的保護套我就這樣放著 所以我裡面是不會再放一些什麼其他的東西的 那如果我需要就是卡片感應進出 其實是從我的皮包拿出來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哎這樣有點麻煩 那你也可以考慮就是 他們現在所推出來的解決方案 那我覺得這是蠻醜的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他說有一個快充的部分 那這個快充的這個應該是充電器 好像要自己去買 他沒有線子附在裡面 所以我看一下官網那個充電器 要1100多 有點貴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或者是你直接又是插那個插頭充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就是看你自己 那最新的是iOS14 他可以做到你畫面上看到的這個 就是你可以有點類似像Android 他這麼多互相抄來抄去的 Android的系統很方便 就是他可以有一些你要的功能 然後就是變成是塊狀這樣子做堆疊 你有興趣你可以自己使用 那我覺得他旁邊這個所謂的 訊息的功能 我身邊真的很少有朋友 直接跟我用Message 就是這個iMessage在跟我互動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Line 或者是Facebook 所以這可能是國情不同 很多人都覺得可能 這個用iMessage對話的人真的多嗎 我覺得這好像沒有吧 因為我卡我手機來了 XS Max用了兩年多 也是很少人直接跟我用這個iMessage傳來傳去 就算你有做一個制定的表情 那也沒有用 就大家都不用 你就不會用 所以這個大部分就是這個樣子 應該已經結束了吧 好 像他之前也有那個特色講說那個什麼雙門號的部分 這東西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有用到才會用到 不然基本上一個人就是一個手機號碼 就是一個SIM卡 那eSIM的話 你其實還要再去電信商那邊去申請另外一個 比如說我是中華電信的 我就還要再跟中華電信申請一個 所謂的虛擬的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用eSIM卡的方式 這樣我的SIM卡裡面就會有兩個號碼 然後你把它丟進去iPhone裡面 它就是符合資格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AR來看這個剛剛已經看過了 所以你這樣頂開來看也是一樣 對啊就是這個 需要更多光源 要再來一次嗎 反正你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自己玩一下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一下說 到底這個iPhone 12 Pro Max 它的手機到底怎麼這樣子 然後是不是 是自己喜歡的類型 那反正目前現在最夯的就是海軍藍 那去年不是墨綠色吧 所以每年他們都會去弄一個噱頭出來給你 那這部分你就是自己參考一下 好 那接下來要來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你是否要去買這支手機 剛剛一開始有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對你來說 它是玩樂型的手機 還是說它是一個可以讓你賺錢的工具 簡單舉例來講 如果我比如說我接一個案子 我賺的錢就超過這支手機的價格 五六萬七八萬 那對我來講的話就是 比如說一篇文章 或者是一篇貼文辛苦的程度 我就可以賺回來 那好像就是沒有差 那你的話呢 如果你平常的工作很辛苦 但是好不容易才存下一筆錢 然後存了兩三萬 就真的要去買一支這麼貴的手機嗎 其實我個人覺得 你反而覺得 要去私養一下說這筆錢 如果你用放到市場裡面去 用七二福利法則 是不是七年之內十年之內 你的兩萬塊就會變成四萬塊 那是不是就不值得 就是年年或者是每兩年 你就一定要花這個錢 那現在也提供大家另外一個思維 就是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們其實是年年都換最新手機的 然後他們會把他們的舊機 就前一年買的 他們會把它整理好之後 在網路上販售或者是送給親友 就是可能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這樣算下來的話 他是說 你大概每年可以花一千多塊錢 然後可能是跟這個Apple租了一支手機 然後每個月的月租費是一千多塊 好像跟我們現在一般跟電信商 買手機 然後每個月要付的月租費差不多 對 我覺得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就是說 他年年都用到了最新的科技 最新的間斷的產品 那 因為他舊手機賣掉之後 他可以折抵新的手機的費用 所以平均下來 他一個月大概就是只花一千多塊錢 來付出這個手機的使用費 然後年年都是最新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 那我自己的話本身是 會把這個手機用至少兩年之後 我才換一支新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 就是Apple的產品 你也可以考慮用這種方式去做 就是你可以年年換新機 那甚至搭配有一些週年慶的活動 或者是信用卡的優惠的時候 你可以省下更多錢 然後你還可以把你去年的舊機子賣掉 一定會有人想要買舊機子 那我這種兩年前的機子可能賣相就沒那麼好了 也許我也可以考慮就是年年換新機 然後我的舊機年齡都賣掉來補貼的部分 那這樣對我來講 我是不是等於是用更便宜的價格 然後來跟Apple去租每年的手機 最新手機的使用權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聰明的做法 蠻聰明的說法 但是有些人如果是比較念舊的 就是說我每年都要把這些東西收藏起來 那也許這樣子的做法就不適合你 但是這是一種新的不同的說法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買了新的Apple產品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60天內 就一定要到Apple的直銀店去買Apple Care Apple Care真的有差 像我自己的筆電 這個在直播錄影的筆電 他之前就是因為發生那個 那個鍵盤感應不靈敏的關係 所以我就拿去給他幫我處理 然後他就幫我這個整個鍵盤的系統整個換成新的 他偶爾還是會有點秀道 但是出事的機率沒有像之前那麼頻繁 我就覺得說 我之前買的那個Apple Care是有用的 那個Apple Care兩年期 然後我花了大概9000多塊錢 那9000多塊錢 其實如果我的鍵盤真的出問題 我拿去原廠送修 他其實也是要跟我收這筆錢 所以我只要有用到一次Apple Care 我覺得就划算了 那現在的話 Apple Care他好像已經有全面擴大到大部分的產品了 所以如果你有買HomePod 你有買這個筆電 然後你有買這個 那什麼iPad平板 或者是相關的周邊商品 你都可以去買一下他的這個保險 那你在Apple直銀店你可以刷什麼卡 其實你可以刷Apple Pay Apple Pay用什麼信用卡有回饋呢 其實目前就是必備卡 那必備卡就是1萬2以內 都是有這個所謂的 5加1就是6%的回饋 這個是我目前看到 算是很不錯的回饋 當然如果有一些銀行 他有針對Apple Pay 有一些行動支付有價碼的部分 你也可以拿來解任務 這個只要綁在Apple Pay上面解任務 你都可以拿到卡片的高回饋 所以這個也是另類的這個省錢的小品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要來聊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買一支新的iPhone 那應該要怎麼刷最划算 那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有提供這個答案了 在我的這個iPhone 在公網買iPhone 12 Pro Max 怎麼買最划算 其實好多人都有提供意見 那我覺得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其他人的想法 對你來說都會蠻有幫助的 比如說你用iLEO信用卡 那麼你刷下去的話 你可以拿到iLEO的這個所謂的 它不是指定通路裡面就是有這個 好像是Apple吧 所以好像可以拿到至少1到2%的現金回饋 除此之外還可以分370利率 好讓你卡片你刷下去本身就會三起零利率 你就不用再去选择 好那你用這些方式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減輕你的資金壓力 好你可以分3個月就是還好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這個 解任務的方式是 你可以使用聯邦Line點卡 那聯邦Line點卡的話 它有這個LinePay生活繳費多2%的活動 那上一季7到9月的時候 它是每個月可以多拿300點iPhone點數 所以這樣回頭你就是可以放2萬塊錢 那現在的話它好像只剩200點 200點就是1萬吧 1萬5 上一季是1萬5拿300 那現在的話是每個月只要賬單出1萬塊錢 然後你就就是就是生活繳費1萬塊給你2% 就多200點 所以10月11月12月30月分的完成的話 你可以多拿600點iPhone點數 那你刷聯邦Line點卡 你本身也可以分12期零利率 除此之外呢就是每一期入账的金額的2% 都會直接就是一比例給你 所以我覺得用這張卡片 你平常如果有存一堆錢進去的部分 那麼其實你是可以就是 用很低廉的價格 應該是說折扣很高 然後你又可以分12期零利率 這個是目前我覺得很好很好用的一張聯邦Line點卡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最後的話呢 我也要來跟大家做一個活動預告 就是我們呢接下來會有一檔很厲害的 這個我們的木卡活動 那我們它的卡片是藍色的 我們要送的也是藍色的手機 那我們要送幾支呢 我們要送兩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那請你在這個11月中下旬的時候回來我的粉絲頁 然後來關注一下我的消息 這個正式的這個所謂的活動呢 就會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呢 會正式的上限 然後我們總共會送出兩支iPhone 12 Pro Max 等於是48400 兩支 所以這個特案的活動至少花了10萬塊錢 那到底誰可以拿到呢 又要怎麼參加活動呢 花旗新戶 花旗舊戶是不是都可以參加呢 請你們趕快來期待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先行的開箱 之後呢活動正式上限 也請你一定要來參加活動 因為說不定48400 免費的好康就是你的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